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整个都缺掉了 少了一个音箱 那这个小缺角呢 它是会让你只弹在这个位置 手比较好放 然后还有一个 大家可能弹琴都注意到 在这个地方 说我们会靠住胳膊肘的地方 它也做了一个小的切边的处理 那这个处理之后呢 很舒服 这块摸上去非常的舒服 然后再弹 这个地方就很让人感觉是一个人性化的处理 然后整体介绍这把琴 整体这个木头 大家看到的这种浅色的木头 这个都是叫桃花芯木 所以这是一个桃花芯的全单的一个优克莉里 是26寸的 所以它前面 后面 侧面全都是用这个桃花芯木 然后呢 纸板现在基本上都用的是玫瑰木的纸板 就是这种颜色的纸板 那它这个比较有意思呢 是在这一块贴了一个玫瑰布的板来做一个装饰 所以这其实是贴了一个板 那下面还是桃花芯木 所以整体这个设计感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大家看这点心情啊 这吊牌都还没有摘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的弹奏当中 我觉得感觉很轻 就是弹上去的手啊 手感会很轻巧 包括这个弦 这个弦用到的是日本的这个进口的碳塑的worth这个弦 我很喜欢这种酒红色这种弦 我自己的我去把琴也把它换上了这个弦 这个弦细柔 然后声音音色是那种柔一点 又有一点点复古的那种黑胶那个时代的感觉 我先弹几个这个简单的 就试一下这个弦的这个声音啊 就是这个和弦的单音 你看 好 这是一下下的波 但我后面发现其实这个整个琴在高把位的表现声音非常好听 大家也可以听一下 它的这个泛音啊 特别的舒服 再高一点 或者是这样 它这个箱体带来的这个泛音效果非常的好 然后来一点小的这个和弦 就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的这种扫弦的方式啊 给大家感觉一下 好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整个琴的那个音色 因为我说它有点黑胶那个感觉 有点小布鲁斯的节奏 其实蛮适合这个琴的 对它这个整个感觉啊 就很舒服 而且我觉得这个琴的手感 纸板条的这个和琴弦的这个距离 很合适 其实如果再把它低一点的话 这个感觉会更好一些 但这个呢 其实大家可以购买了之后自己来调 对了 还有就大家其实顺便介绍这个琴弦 给它介绍一些小技巧 琴身上会 纸板上会有一些小点 你看这样的点 这样的点 这样的点 首先这个点一般都是彩背 真背啊 这个就是背壳来做的 这个也是 然后侧面这个地方也有几个点 大家在看位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看点 一般第一个点大概就是第五 一二三四五五格 然后第七 一般前面后面可能有些区别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点的话 就直接好找位了 好 另外我来一个稍微完整 刚才一开头 给大家的一个小的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 夏威夷的二支法 来弹的 可以感受到这个琴的声音 所以整个琴的音色 如果你喜欢一个比较润 润当中又有一些小亮音 然后呢 又不会太刺 然后你的手感啊 比较适应这种细一点的弦 因为这个弦 每个弦呢 不是特别绷得很紧 所以呢 很多人弹琴不是手会特别疼吗 然后这个呢 感觉就会舒服一些 当然你也得喜欢这样 你得比较细 因为有一些正常的 尤克里的弦啊 基本上是粗一点的 这个细一点的 你可以试一下 但这把琴 我个人比较喜欢 就是整体 首先它的这个设计感 非常的好 这一地方的感觉很舒服 然后香的这种彩背的位置 就恰到好处 然后呢 就是它整个音色的这个 这个味道啊 我个人是很喜欢 所以在今天这个铁的琴 推荐这一把 蜗牛琴啊 这是一个26寸的啊 如果大家也有兴趣 可以看的话 它的型号啊 可以记下是 SRT01啊 当然这个确实挺难记 就看这个长相就行了 然后整个是这种 偏浅色一点的木口 我来一个完整的 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You are my sunshine 也特别适合 尤克里的弹奏 我就用尤克里的二指法 比较简单的来 弹和这个弹唱 跟大家来展现 这把琴的这个音色 我觉得很适合 这首歌曲的 比较阳光的味道 比较适合在 下雨海边的味道 来感觉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y's so green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So please don't take My sun will shine your way So please don't touch 好 这里给大家今天来介绍的这一把来自于这个蜗牛 这个可能真的是不知名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找一些这种比较偏门的 可能这个品牌并不一定是国内大家都看到的非常多的一些品牌 但是它很有个性 本身品质有保障是最好的 那这个最后揭晓这个琴的目前市场的价格 大概就是3000多块钱 零售价我了解的是3200左右 所以在3000以上的这个琴其的各方面的品质感都做得很不错了 那希望下一次介绍到的铁的琴 能有更多的精彩的琴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阿罗哈 我们下次再见